我們要來請教的是范振宏分析師 您好 早安 小玉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振宏來幫我們看一下盤中 在擔任點火的力道 最主要來自於在航運股 航運股當中尤其是貨櫃 像是長榮 陽明 還有萬海 現階段是買船票的時間點嗎 如果要買 那這三檔個股 到底該怎麼挑選呢 好 那以船票來講 其實整個看法長線來講是不變的 因為明年整個狀況 他們的成長力度 到不會像今年這麼強 那當然說這邊跌生之後 最近這個資金倫動的狀況 不是往權值股 就是往低位階的 那船票當然是屬於 就是貨櫃啦 貨櫃還是屬於一個低位階的族群 那短線營運股也經過整理 也經過量縮 所以這邊換到這邊來點火 所以也算是合理啦 就是有機會這邊去做個攻擊 不過也還是要提醒 因為畢竟明年的整個展望 不如今年這麼強勁 那算是說目前的缺櫃塞港的狀況 還是延續的 那其實市場上大概關注度 也都是差不多的 就是明年的狀況 就是不會比今年好 但是呢 就是短線這邊位階低 還是有機會進行反彈 那之前都有說過 這類明年其實已經 趨勢已經轉弱的 明年成長趨勢已經轉弱了 這個族群 基本上短線都還是具有反彈的機會 那只是說就看大家怎麼去做 做這個操作的一個狀態 那當然我自己個人是不太建議去做追加啦 因為畢竟明年的狀況並沒有像 像今年成長性這麼高嘛 那所以如果說真的要 真的是很打算要去做追加的話 那今天應該三檔都是會 走出一個量增的格局 那就是說好今天的低點 那當然以趨勢強度來講 目前當然說是廠宏表現的是比較好的 因為目前他除了是就是跟楊明都站回季線 都站回季線嘛 但是那個長榮在這一波 持續守在季線上的時間是比較多的 而且短線來說 長榮這個季線要翻陽的機會呢 也是也是最接近的 那這部分就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那在這個多關我加速比例來看 其實大家應該會會注意到說 其實最近雖然說大盤是從這個 17,200點左右反彈上來到了 今天的現在目前是17,670點 那但是大家發現說這幾天的反彈 其實中小型個股好像並沒有想像中 這麼好做 蠻多個股其實是跟不上這個大盤的攻擊 那其實最主要就是 從這個多關我加速占比的圖來看 其實之前都有說過 這一波如果去走上漲 但是是由全自股去做帶動的話 其實中小型股其實會相對難操作的 那目前也算是反映這個狀況 那還是提醒 就是畢竟目前來說 這個短線的墮樓 短線的墮樓加速跟空樓加速 其實基本上已經死亡交叉 而且這幾天的反彈來看 其實多頭加速並沒有回穩 而且空樓加速是持續在做增加 所以變成說短線呢 你現在去做追高的話 這個策略上基本上是比較容易中招的 就是今天可能大廠 但是明天比較容易出現一個修正 或是大跌的狀況 機率是比較高的 這可能大家操作上還是要特別留意 那另外還是要看一下這個長線的多空樓加速 其實長線的多空樓加速也是一樣 雖然說大盤並沒有進一步的下跌 不過長線的多樓加速是持續的在減少 那空樓加速是緩步的在爬升 其實這對整個大盤的健康度來講 算是沒這麼健康的 那雖然說短線說還是有足球在漲沒錯 那意思是說大盤短線在這邊 進入高檔震盪的機率是蠻大的 那如果說指數持續創高的話 那其實對操作來說 其實反而不一定簡單 因為畢竟可能 最近集中在相關的全職股 像今天就是在台積電 聯電還有聯發科 那這一類 那前陣子也是漲到金融 那大家就發現說 當漲到這些股票的時候 基本上就比較難操作 那對於長線來講 我是覺得說 因為目前來講 貴買指數算是說 今天相對疲弱啦 不過這一波這個 從之前這個 10月底反彈上漲以來 因為貴買還是有 領先大盤去做個創高 所以短線來說 貴買在強於大盤的狀況下 這邊要出現比較大 大型的這個崩盤 我覺得機率短線是 還沒看到一些徵兆啦 只是說這個 從多貢猶加速來看的話 操作上是要小心一點 那另外最近 這個美元是比較強勢的嘛 但是台幣也還是相對強勢 並沒有說因為美元轉強 然後台幣也轉為區扁 那這部分其實看法也是一樣 那既然 最近還是願意湧入台灣 那台灣在這邊 台股在這邊其實基本上要出現 整體要出現大跌機率 其實還是不是太高的 那當然說在昨天整個 這個Omicron的這個病毒的 在美國有確診的消息嘛 那引發出了美股大跌 不過我覺得關鍵還是要看 美國這邊後續有沒有再去做出 封鎖的這個政策 因為應該是 應該是機會是不大啦 但是如果說真的 跟市場想法不一樣的話 其實還是要留意一下 後續的風險 因為這裡會推 因為不管有沒有限制啦 因為這個有確診的這個狀況來講 其實對整個市場的影響 還是會有 因為特別像航空股 今天其實就表現的 就比較弱勢 那在這個邊境復甦相關 本來預期明年就要開始啟動 那現在這個 目前這個狀況來講 看來是有可能會去做個地研 那長線還是偏多啦 因為地研畢竟代表是說 需求沒有消失 只是轉線去做個地研 那這部分就提供給大家 去做參考 好 非常謝謝范振宏 范分析師的解讀